广州三君子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上周五在广州中院开庭时 唐精灵、袁兴廷及王清盈认为法官多处违法当庭解除辩护律师案件终止审理 法官宣布休庭唐精灵重新委托的葛永喜律师 本周二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以唐精灵签署委托协议正式代理辩护人 葛律师周三告诉本台 谭律师形成非常好而且也非常乐观 同时也感谢全部一位律师他们所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谈问一下参加政权方案的投票情况 因为刚好在投票之前谭律师发了一个公开信给参加的议员 让他们顺动投票 我问他这个是你怎么这个时间刚好掌握的投票权的第2天 他说在之前他就一直说要提一个公开信给他们 但是刚好在这个之前就发出来了 认为也是上帝的旨意吧 香港立法会议员上周四投票否决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 在表决前一天唐精灵通过律师向香港特首及立法会议员发表公开信 希望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能做出无愧于自己香港和国家的选择 还指真正开放的普选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他还表示自己被求也是因为要求公开公正的普选权利而已 反问香港是否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才能觉醒 在上周的庭审中 唐精灵不满检察官和法官掩藏他的辩护词 要求法庭调取但被拒绝 唐精灵还因为此案 关键部分是他反对一党专制 因此要求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法庭人员回避 以确保公正性但被拒绝 包括唐精灵在内的三名被告人同时解除六位辩护律师 唐精灵的妻子汪彦芳 星期三对记者说 他们三位被告人的家属将以家属的名义 继续委托被解聘的律师代理此案 我们这边的家属是训真还是保留以前的律师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家属可以再重新聘请他们的 没有这个规定说不允许 只是法院的话是会阻止而已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可能家属还会要求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呢 以前的那个律师呢还是可以保留的 看那个中间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王眼芳说 王庆盈的妻子以全力要求委托原来的两位律师 而远欣廷的家人也要求继续委托原来的代理律师 她说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肯定也会再次申请的话 她看能不能保留张水峰的那个练护的权力 我们还是要在法律上要争取一下的 去年5月16日 唐精灵 王庆盈 袁兴廷 三人分别被国保 从家中带走后 刑事拘留 起诉书 指唐精灵 等三人 从事公民部合作运动 及六四禁思节 429灵昭纪年日 及废除户籍隔离等活动 此案因更换律师 案件可能需要重新开庭审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